和音樂主題 想像等同我們上的聚會 我們一同來唱贊美詩58首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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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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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祷 祈祷祷 祈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祷祷 像我们的平安喜乐 真的有越来越远 那时候做业务的时候听说 是那时候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 他们说做业务要去拜活 那我们甚至还跑到后来 去拜那个百姓功 百姓功真的就是无忍的封面 无忍的那个神 他要去拜活 然后他会帮你 那帮你之后呢 你一定要还愿 那还愿 不要他满意喔 如果他不满意 他就会整你 所以说你有去还愿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他有没有满意 所以即使你出拜了 你还是身体 心理都是非常非常的恐惧 那当然我也非常的努力 那在做业务的过程 我也赚了一些钱 那刚开始的时候 朋友就告诉我 出资 投资 投资酒店 就出资 投资酒店 然后赚了钱就投资 把信口 但是没有几个月 他就说 我们这几个肯定都要下场 就是要参场 然后我白天来我就烟雾 然后来到酒我就看场 那开始就是一天只睡上个小时 然后开始在酒店就是开始来上了一些恶行 就是灯红酒绿啊就是烟酒绿的 然后一开始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就是再有一次再过了没几个月 因为那种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每天从我接着轮流去看那个酒店的时候 没有一天我是清醒的 我白天要上班 他从事都问到你满身的酒位 然后可以到百道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 要餐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后一直到 他不去做又不行 想说投资下去了 要几百万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出同场 然后到后面是戴小姐 然后就是我朋友给我讲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我看到你把小姐一个人 欸 我本来就很不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意 然后因为这句话 就到处就有什么都说 干了 尤其你才能看着我 然后到南部临臉的乡下 待了几年 那也确定了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酒肉朋友 完全脱离了 就 每天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然后就回到台中 也在爸爸的工厂 就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那在那个时候 就进去介绍先生 那我们就很快的结婚 结婚之前 拜拜都是妈妈的事 结婚之后 拜拜都是媳妇的事 那就很头痛 像我们是嫁到沙律 我们是在沙律 然后我们是初一十五要拜拜 然后从三大节日 都要拜拜 尤其是有侯妈 然后老公的侯妈是双姓 一定要煮两桌 我们家只有三个大人 一定要煮两桌 要放一样筷子丸啊 什么汤啊 你都要一样 然后煮 我真的不在办的时候 心里都会想 阿不是去超生的吗 阿不是去极乐世界的吗 那你叫谁回来 然后正在那个两桌 那个敬祖的菜在那边看 心里都会想说 这个是我爱吃的 那个是老公爱吃的 这个是我爱吃的 忽然心里就想到说 你那我公公怎么爱吃什么 我就会在想说 那到底中午没有回来 那拜拜的时候 就要给赞助下 你就公公臭烟 他又要点两根小烟 然后滑灰 冬灰还要再等一次 如果滑灰等灰 表示有来自 那心里又忙 你又再等你又回来 吃得满意吗 所以就是你 我觉得在那种传统信仰当中 即使心里是恐惧的 因为你不知道 上面他们真的是怎么样 那尤其是就是 我的小孩那时候新鲜 小时候他很容易生病 那只要生病 过后就会讲说 带你生日收金 那就是长期这样 每个礼拜就是你自己 只要自己一直教育 就是很长的时间 那可能是那个收金婆 就是跟我讲 她说我告诉你 你那样 不是你那样 有一个小孩过世 他不甘愿 都会来乱你的小孩 他的母母就是 脾气很不好 那我回去 我告诉你 就是跑到那个侯骂面里 就点一束香 插下去我就说 有本事你告诉我 小孩子都不会讲话 你不要去吵他 就这样 所以说那时候就是这样 你就是对这种 拜拜是完全完全是 不知道我在拜什么 人家说就是拼忍败吧 你不知道你拜的是什么 他真的有神吗 不知道 那民火八十九年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就搬到摊子 那在摊子工作 那也透过朋友介绍 就加入了一个主持新校的团体 那在那边呢 有一次是我们北台中教会的姐妹 家琪 她现在在公里聚会 有一次她就跟我分享教会 分享耶稣 她告诉我她如何拜天了全台湾省的大大小小的朋友 她如何信耶稣 我听到耶稣 听到教会我就说 我知 我知道 我听过就是一排一排做的唱诗歌 然后就有听着那个料语 那个捞语 那个袋子 那个麻布袋一样的 就像撸到你前面你就要放起 那家琪就问问在问哪 没有啊 我说没有 他问你们怎样 他说我们没有这样 他说 他说礼拜六 你可以来聚会 但是你问家琪 他有跟我分享 他说打到会有很大声 那你不要吓到我 就让我联想 我十六岁的时候 你听到的那个声音 所以我就那一天我就开车 带我二字 然后在北海中 这里绕两圈 我就走了 然后家琪 居然会不得 你有什么没有啊 我有去啊 但是没地方停车 那时候他跟我说 两边都有停车 都可以停车 我走过 好 那就我过了一个礼拜 礼拜六 不用来 但是这一支我就聪明 就带我儿子 就说好像你不用自己 就带他然后骑摩托车 但是因为我记得 家琪有跟我讲祷告的情形 所以给他迟到 然后我就坐在 说在那个陛下 那个 一楼 我进去的时候 刚好祷告我 然后聚会说 你知道我也忘记那天想什么 只是知道那里门着闹 然后又听到祷告两个字 就赶快带着我儿子 赶快 赶快 真的 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这个是求知徒义的 那个圣灵 那也因为这样 就也没有再来诸会 之后呢有一天 就是帮老师只剩下我 跟家琪姊妹 这时候他就跟我分享 这一次他跟我分享 圣灵 他就跟我分享一个叫圣经 圣经 然后他问我说 他就跟我说 圣经他会跟你对话 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不是 他问我圣经里面有说我没有 他说 他就告诉我他之前 他如何一首圣经 一首佛经 然后圣经如何跟他对话 那时候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他跟我分享 圣灵 他在福音1536节 他告诉我 他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不拣选了 然后那一边聊到大概11点多 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拼命的在找我那本证件 我那本证件 说实在话 我曾经很喜欢淡那本书 我还没结婚的时候 我翻到园里 不管我翻到哪里 就会把他带着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了 所以我就 我翻回去摊子 那时候我去翻第二圣经 我就一直都找不到那本证经 就是像字典那么大 但是比字典还要厚 那我都找不到 我就跑了跟我叫起来 我就说我们有一本书 黑色的皮 那箱字典那么大 像字典在那个四层櫃下面 最里面很多书 下面我们去找 恒光真的找到了 我鬼祢在跟我搞 我谢谢的时候 看成是最好的 那我拿着那本书 我要走到我的书房 我就一直在想 这本书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 对我来说 那时候它是一个综合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里面有爱情 有战争 然后也有刻画 然后有诗 它也有很多励志的 而且很喜欢这本书 我就想 为什么我从来不觉得 它会对我回合 然后我就把它拿到书房 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在那看正经 打开 我真的吓得掉 就是那一句话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吓一跳马上合起来 我现在想说 巧合 我只是告诉自己 巧合 不会吧 怎么会让我巧 我想说再四次 真的打开 我说实际上我已经忘了 我有没有去看 它是不是 约翰福音 45章16节 但是我就是看到那几个字 不是你们拣选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真的很害怕 又关上去 我说 真的会对话 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这样子 我带你带那么久 从来你也没过 从来不过话 为什么会这样 就 我心里就在内心 就默默地告诉自己说 再一次 只要算一次 再一次就好 我真的打开 它还是那一句话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马上跪下来 但是我不会打到 我只是说 谢谢你 谢谢你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前进我 但是我相信就这样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跟家庭说 我要去听 我每次就是去参加聚会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来聚会 然后回家 就跟我先生说 我告诉你喔 不吃拜拜的 我也拜拜了 然后我老婆老婆 其实他很无奈 然后他也很感谢 他真的是给我一个很民主的老公 他说 信仰是自有的 但是 他说 但是 因为我们家有 侯妈 还有那个长太祖 还有那个偶像 他说 但是 初一十五 三大节日 如果 我是休息的 来拜 但是 如果要上拜 你要拜 我心里想 好吧 就只能热量 那是很好的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凡事我都是透过祷告 就是不够的祷告 不够的祷告 我记得印象非常非常 真的的一个一件事 就是中秋节 老公那时候上班的公司 他们从来没有修过食物 所以那一天他没有休息 你一定要拜拜 那你就不管了 你就是 只是一直 放过你祷告 一直祷告 我就求神 不要帮我 一直告诉神 我知道在神不能 在神你所不能 那有一天我先就做回来 真奇怪 从来没有修过食物 那你也为什么要修食物 我心里好感动 好感谢 神真的帮我 神真的跟我 怎么在跟我 真的听我的祷告 那诸多很多这样子类似的 类似的见证 很多很多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真的非常有趣 那九十三年 我有报名受洗 但是教会 姜十四他们就是告诉我说 因为我道理没有听很多 不懂很多道理 所以不可以受洗 那后来我才知道 是因为家里有像有童马 还有一直都是我跟我的小孩来目到 我先生从来没有想过 那 在我的 在信这个 还没有做起的过程 我一直记住 只有一句话 就是龙神义 我一直用这样子的一句话 来约束自己 因为自己脾气很不好 常常会删自己 然后从三个字改到一个字 然后从一个字改到改建主 所以这样的过程 那我先生通常会改变 九十四年初开始木道 那九十四年初才开始木道 九十四年的中秋节 我们就就受洗 我刚才没有说过 其实我在木道的过程 位置没有限 我曾经戒烟过八个月 这是一个环境 没有人不会抽烟 很少 那所以说很快 八个月就抽回去 那本来抽一包 变成借完八个月回来 抽一包半到两包 然后我要 要受洗的前一天 就 下礼拜五 就跟传教皇子做同一桌之拜 那有一个木道 那他就拿了 那个长寿烟 黄色的 我印象非常深的 从口袋包过来放一桌上 他说 送洗当基督徒 非常的刺激 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我印象很棒 讲究好 因为我们知道 不得 但是那时候 就传导就讲了 传导就讲了几句话 他说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说明说 不可以抽烟 不可以喝酒 但是 喝酒会散生 如果喝过量 还会误事 如果 而且现在 你看我十年前 就是今年第十年 十年前 传道还说 如果你想抽烟 你不能抽 现在到处戒烟 你不能抽 你烟以犯的 是你被烟以夹制 是你比较不治 说实在话 到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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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在不在 但是他没有经济堵 我心里想 我跟神求什么都给我 为什么我不求戒烟 那一天我回去 我就跟我前生讲 从现在开始戒烟 我把他处理得很好 好 你如果戒得起来 跟你戒 那就这样 一路过来 我们已经第十年了 我们已经戒烟第十年了 我们没有透过什么戒烟这些变 那也没有什么戒烟门诊 我们都没有 他会有原因 会啊 当然不会啊 怎么办 那神就这样 你就让我们 就是很轻松的 就是没有任何痛苦困难 就戒烟了 就这样子 就这样很很很顺利的 那我接下来要讲这个戒烟 就是 我是你有那个 支障 残障的测 因为我的两边包包品是人工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常常看到 那是老年了 我还是 属于在外辈的地方 我是因为这样不太喜欢爬烟的地方 那不要开刀 不要开刀 我们是过过打钥 就整个我们指示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哪里开刀 那我们决定好了 在通宇开刀 那时候呢 因为之前地理车祸 也是通过我的问题 那我听过开刀之后的锯子啊磨啊 敲啦的声音 我可很害怕 那个我先生讲 他我先生非常的贴心 他就帮我带了那个 有没有用的耳塞 那我们因为一点要开刀 那我是我们很早就进去准备了 那我先生大概11点就说 我先生带小时吃饭 要不然等一下你要动手术 我肚子会饿 我说好好好 那你没事 11点半了 故事就买了 走 你们去那个手术室 我说手术室 我脑都会回来 他说没关系我会告诉他 我听说 不得不得不得 在这一半好弹 好害怕喔 那就把我追到手术室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是因为紧张 还是为什么就觉得手术室是特别的冷静 他抖到不行 然后一直想 我刚刚进来怎么办 然后非常非常害怕 我就只好在这 我真的好害怕喔 好害怕他的生命 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很害怕 然后就打高打高 就比较爽的 然后 就医生 护士就先问他 然后上手术室台 就是那时候我已经不知道几点了 那我就上去 因为我是先开左边 所以我是侧身 是躺这样 侧身 开左边先开 那我躺上去的时候 那听到 因为那个医生是跟我说 半生麻醉 因为半生麻醉 就是会听到 神明朱室台霸 然后半生麻醉 然后就听到讲说 那个麻醉真的那么长啊 打进去 我碰我说 然后就躺上去的时候 就听到他们在准备那个刀 好憨好 我还没麻醉耶 他说 怎么知道我在准备 他说 好在准备 然后那医生进来说 他拱起来我打麻醉 结果就真的只唯一口 瞄一下 那个阵阵的那么长 结果他叫我拱起来 我就打了 他说 来 举举看 我打好了 我说你骗人 你根本不会痛 他就打了 那个不要追 我不会痛 然后他叫我说 脚抬抬抬 我就躺起来了 你的印象就在哪里 那个把我挖下去 拒绝 留下来 他就滑 我就忘记了 就没有 我腿里没有印象 然后我是怎么醒过来 是因为我压我后边的手 非常地痛 我在动 然后护士跑到前面来 他跟我说 你醒过来啦 你等一下我们在红额 我说红额 但我不是打半生了吗 他说对呀 你也很紧张 我看你昨天一定没睡 你睡得好熟 我只心情感觉我完全都没听到 那我出了休息室 出手术室 我老公都闻 我好恐怖喔 我好大声喔 拒绝的声音 磨的声音 还有这边翘翘大声 好大声喔 为什么还好都没有听到 我完全不知道 然后 因为我是打腰椎 然后我又很少这样子 躺着直直的 所以 我不知道我脚有没有 但是我们腰痛 我们都是腰痛 所以说 那时候有叫 护士来打一针 那个皮肤的止痛 一直 但是我还是腰痛 一直到我一个阿姨 他是有做看护的经验 他就来的时候 从我的背上 对对对对对 我的腰痛 那护士就一直来悟 不要掉那个自动 自动的止痛剂 我说不用我可以痛 然后四十块到十点多的时候 快十一点了 他又来了一次 他说 今天七八个开了 全部掉了 只有你没有掉 我说 我就不会痛 他说 你是不是麻醉 还没有过 我说走到船尾那边 捏我的脚 欸很痛 他说 你指导是已经过来 我扣我就不会痛 感谢神 真的 他就是让人不念 我真的很不会痛 然后 第二天就想 很快 要按言很感谢 当时 我在开刀 然后住面的时候 才给来中所有的弟兄姐妹 各有祷告 真的谢谢你们 然后 我是开第2支 对不对 那通常 一般就是开第2支 要休息三个月 或最早就三个月 然后再来就是六个月 那我们就是透过一次祷告 然后跟我先生商量说 如果要休 就一起休 那我们是决定说 透过如果医生判定说 你可以开刀 那我们就去开刀 所以我还不到三个月 我就开右脚 我开右脚 我告诉你 真的很奇妙 因为我是不是很有信心吗 神不会在我那天 当那种恐怖的身体 如果你们一定也会这样 但是 告诉你 神让我全程参与 锯子在锯啊 然后在那个磨 那个盖骨啊 咦咦咦 然后再敲 敲那个 那一支铁要敲到骨头里面的力道 不好 都完全一清二楚 我真的很内心非常感谢神 如果 我还是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真好像是理所难的 所以说真的感谢神 我完全也不知道 然后第二支脚 也是没有再掉那个 自动自动动气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 其实我一直在外面好 我一直觉得 其实平安 绝对不是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也有神 如果不是神一直在保护我们 我们在外面真的看到 在你面前发生的一些车祸 真的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我都觉得应该我们神跟我们同代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见证 那很多很多的保护 可能我们弟兄姐妹 可能在座朋友 你是要去去体会的 我觉得 在我的心中 神真的就是 在人不能 在人所不能 我们是历代的信徒 我们 我没有 神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会 没有给我什么没有病重 还是会整病 但是神给我们满满的 那个爱 满满的平安 所以说 这个就是我们所想要的 这个就是我在基督徒里面 我所得到 然后我们一家非常的和乐 小孩子手完其日 非常的非常的开心 那我把所有的荣耀 归给天章的真身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约圣经六百四三页 二十一节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淫到你 谢谢主 每个人的信仰历程跟生活体验 都不尽相同 有的人是从小幸福 有的人是因为遇到了病痛 患难 困苦 甚至不平安 才来寻求神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 来认识神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最大恩典 就是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祂的儿女 然后能够得享这一副 这一个天国盼望的福气 那我们也能够在祂的爱中 得享平安 喜乐的福气 那这个就是令女姐妹 她亲身所体验到的神的恩典 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都能够体验到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去留意的话 其实神的恩典不在我们的周围当中 这个恩典呢 就像我们都给亚刚明的这个神迹一样 这个收拾最后之圣的这些 收拾成这个十二个篮子 一样功功夫妇 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愿神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能够属赚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来勇敢的为主做见证 传言神得救的福音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见证会就到这边 我们最后一同来唱赞美诗 两百三十六首 神 기在你 忙成功耳西 祭祭祂 家族祭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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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言和言和言 從此理解 多麼不愛 諸葬謀平衷 第三節 不由你來 向我佔護好悔 不由你願 愛我 諸葬好悔 不由你卑视我主能保护 是也能和你我保护 是也能和你我主是保护 是也能和你主人不少 是也能和你我主是保护 是也能和你我保护 是也能和你保护 是也能和你我主是保护 不由你卑视我主能保护 是也能和你我主是保护 是也能和你我身上保护 是也能和你主人不知 是也能和你我主是保护 是也能和你卑视我主 是也能和你保护 是也能和你我主是保护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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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